你手上欠的血债太多 我没必要跟你一笔一笔的算 那好 那我们就一次了解 我也想啊 不过曾先生 等我铲除金钗这个隐患之后 我就回国养老了 恐怕你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了 那倒不回屁 停 停什么 别说谎 仔细停 进来 越来越进来 这是飞机 我们的飞机飞回来了 错 这不是你们的九六式轰炸机 是我们的亨克尔H1111 另外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两个秘密 第一 我深爱着金钗 我绝不允许你们伤害他 为此 我不惜一死 第二 鬼影 楚汉良 这出戏 结束 你们两个 陪着我 一起谢幕 因恢复 让ammen 你 我轰炸机已经轰炸北尾三十一度三分 东京一百二十度六分这一目标 任务顺利完成 现已返航 曾主男有消息吗 还没有 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请转告委员长 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不如使命 辽和静 读书 李讲 JON 話 суд 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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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吗 你当然不认识 因为他还有一个名字 叫楚南征 不可能 难得你还如此的镇定 可是亲子小姐 他的尸体现在就停在宪兵队里面 不知道你想不想看一看他的仪容 不了 其实 我今天在电话里 已经向他道别了 只是天有不测风云 一个人 竟然说走就走了 事者 常依依 生者 上杯歌 死去 何所到 脱体 同身 不 不好意思 演出结束了 亲子小姐 楚南征 他的真实身份 是武汉的特派员 宿主情报站的站长 还是你的恋人 也是你的同志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就是监差 小秋客长 如果你有证据 现在就可以抓我 如果没有 对不起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失陪了 攻击有二十一架产机 为敌军击落 其中战斗机十一架 轰炸机十架 此外 还有五十二名飞行员 为天皇陛下 慷慨军区 优优独播剧场 敛构 亲子 我这次未必能够 楚南 你来 我等你 不来 我也等你 褚男 你真的走了吗 褚褚男死人 我不得不承认你们那个曾长官 的确是个狠角色 居然叫来轰炸机 在我们头上扔了两颗炸弹 瓦罐难离井口破 将士难免镇前往 这没什么 杀一个够本杀两颗赚一个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那位龟影 和武汉来的叛徒 也给我们曾长官当垫背了吧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 就落在了你的身上 如果你肯和黄军合作的话 我看还是算了吧 知道我也不会说 看来 根本没必要留着你 不用行了 你不需要这个 你会死在都边的墙口下 我怕 你不是什么 你不是什么 你想那死在这边 我怕你 你就会吃 linking 你 你不是什么 哎呀 我怕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校,一开始吧,我叫你棺材板,那是因为你老绑着个脸,我现在知道了,那是为了我好 听我一句话,你,在战场上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人才,把自己的品性再修炼修炼,将来给我当个将军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爱国家 爱百姓 有担当 不怕死 那才是真正的军人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欣扬 你忘了吗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看着这张图没啊,你来看啊 看清楚了 我们上一回和于老弟两个人去杀那个武汉代表梅祖平 于老弟就在那个窗户都封死的情况下 砰的一枪 怎么样 梅祖平 死了 这是当年我爹把我抱回家的时候 我身上的一块手绢 可能是我亲居其娘 留给我的唯一一件寄刃 大师 阿元来了 你来得正好 快来看看 这是贫僧为了你们小两口准备的贺礼 和和二仙徒 我还真怕感知不及呢 这就连夜装表 到现在还没干透呢 大师,今天的婚礼恐怕办不成了 办不成了 为什么呀 夏阳出事了 他被关在日本宪兵队的地牢里了 这,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 我来,一是为了知会你一生 免得你白跑一趟 第二件事 是想请你看 这是你写的字 这没错 这正是贫僧手术啊 那,那你再看这个 这个你也认识吧 这个你也认识吧 阿元 这方手吧 你从何处得来 这是显阳的亲生父母 留给他的唯一己任 你是说 你是说 显阳 他是我的儿子 显阳 我的儿子 哈ка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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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官 那个于显阳该怎么处置 要送南京 择日处决 是 北直听说 您过两天就要回国了 是啊 严谨说 指线龟英俊通过外务社 给他发了一封密函 委托他让他调查一个 叫李亲子的朝鲜女人 这一两天 就会出结果 小丘客长 是 现在跟我谈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 这与我回国 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司令官 北直认为 这个李亲子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 一直没有捕获的金钗 而金钗 很有可能 就是一直在你身边的 秦子小姐 小丘客长 是 你是个聪明人 有些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关于石碑的事 可战草出根 是 报告 外面来了一个私人 自称是寒山寺的住持 说是有要事 求见司令官阁下 靳元大使 会不会 因为失悲的事 那好 去会会这位大和尚 靳元大使 归国有句俗语 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日大使来此何以 不妨直言 阿弥陀佛 贫僧斗胆 恨请司令官阁下 网开一面 放于显阳一条生路 靳元大使 你跟这个于显阳 究竟是什么关系 为何要替他求情呢 贫僧和于施主 实则素昧平生 如果一定要扯上干系 那便是贫僧和全城的百姓一样 都敬佩他的英雄肝胆 过而贫僧此番前来 也是受了全城百姓所拓 网司令官 能顺应民意 保全于施主性命 当时此言差矣 勾往进来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那是天经定义的 贵君所到之处 无不失衡遍野 血流成河 如果说到杀人偿命 恐怕连你们这些军人 全都算上 也偿还不了你们欠下的 累累血债 静元大师 诸子有云 故君子之治人予 即以欺人之道 还治欺人之身 既然这个云贤阳 屡屡杀害我军士兵 那么 他今日为我所擒 我也绝不会手软 也罢 求情于道 无异于问道于忙 贫僧原本就没报什么指望 既然如此 那贫僧就退而求其次 我宁用一件价值连成的宝物 所谓交换条件 不知司令官阁下 意下如何呢 莫非那块石碑 又回到了大师的手上 正是 据贫僧所知 魏国的朝乡宫 纠燕王 一直对这块石碑 是垂涎三尺 难道说 我一件价值连成的宝物 还不足以换来一个 普通中国士兵的性命吗 好吧 如果大师愿意献出这块石碑 那么 我可以下令 饶于显阳不死 改为 押送南京 长期捡进 善哉 善哉 为救人一命 贫僧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很好 明天上午九点 玉堂桥 你交出石碑 我 送于县阳去南京 一言没定 嫂子 阿宝兄弟 怎么了 急得一头汗 来来来 快坐下喝点水 嫂子 水就不喝了 我出来得比较急 马上还得回去 你跟掌柜的说 鬼子要把玉堂哥转移到南京去 就定在明天上午九点钟 玉堂桥码头 我先走了 师父 这是前师傅刻的那块碑 日本人能认出来 大师 人家都说鬼子靠得住 母猪会上树 就怕你东西给他们了 可到头来 还是没保住玉大哥的性命 连你这小沙迷都晓得的道理 为师我又怎会不知 那你这么做 岂不是多此一举 长空长明 坐 你们两个性子持重 办事稳妥 为师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两个 师父请吩咐 不解慎思量 只道求佛难 回心即是佛 莫向外头看 我与他不会 他与我不言 未报往来者 可来向寒山 嗯 你们两个能领悟到 寒山大师的诗中真意 为师心中甚感欣慰啊 你们两个听好 倘若为师不在时 你们务必要约束同门师弟 纵使外面邪魔当道 也要心存清明 恪守本分 记住 只要一缕香火不绝 我寒山寺必有光大之日 谨思师父罚旨 昌虹 昌明 在 你们两个带领众师弟 把这块杯送往师父的残房吧 是 还有什么好讲的呀 打呀 一旦到了南京人就没了 打是一定要打的 可我们要想得再周全一些嘛 昨天我们在玉堂桥已经折腾了一趟了 这鬼子一定会戒备森严 借过老弟啊 别的我不说了 都会这帮兄弟 你来只会 哪怕刀山祸害 只要你一声令下 是 郭桑贵 打吧 那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 你去干什么 我要去救显阳 万一要事不成 我要跟他死在一起 郭桑贵 都准备好了 走 你的早餐 亲自小姐 有件事要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这个房间任何人不得进入 包括你在内 知道了 还有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我们后天动身去南京 在此期间 你不能离开灵石馆 我明白了 二楼要加强境界 任何险杂人的一律不得靠近 是 是 还有 给亲子配备警卫 不准他离开这栋大楼 遵命 真是漂亮啊 可惜这里的一砖一瓦 都是你们抢来的 我这都是要上路的人了 把我叫到这里来干什么 给我送行啊 不过 有没有发现很隆重 知道为什么那么隆重吗 我们俩就别卖关子了吧 也是 第一呢 确实是为你送行 第二呢 我们要迎接 石碑 寒山寺那块石碑 还有那块石碑 于晓阳 真没想到你的命这么值钱 能为我们换来这块价值连城 又让我头痛不已的石碑 这样 我为那个石碑 定做了一个盒子 为了表示对你的谢意 我也会为你定做一口 上好的棺材 你还真是客气啊 唐会长 你是鉴定专家 把你请来 就是要借你这双和言金金 帮我鉴别一下 这块石碑的真伪 在下一定尽力 一定尽力 不要再像上次那样闹笑话了 好 跟我们走吧 靳远大使 果然焉耳有心 说道做道 阿弥陀佛 那就看司令官阁下 是否也信守承诺了 大使尽管放心 于显阳我带来了 阁下请看 师碑在此 大使这是要干什么呀 老文旧 秦师敬远大师他是 大使是什么 没什么 大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宋警司令官 贫僧还想和于施主说几句话 没有问题 小邱科长 在 你们把鱼杀让带过来 是 自来的一块 小邱科长 大使 你们说吧 大使 你上了小鬼子的当了 他们说是给我拉到南京去 有可能半路上就给我逼了 孩子 孩子 你这就要给我超度 打开 孩子 我只想告诉你 你是好痒的 你爹娘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大使 你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说我爹娘的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娘 那我告诉你 你娘啊 她不但人长得好看 她贤惠善良又心灵手巧 大使 你就别安慰我了 你对我的这份情意 我感谢你 我于显阳这条小命算不得什么 司令官阁下 这论悲客而言 这的确是原悲客者唐仁斋所刻的 很好很好 可是在街杯仪式上那个假杯 那是唐仁斋的嫡孙弟子 前本初所刻 那功夫啊 可是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那刀法 跟这个刀法 跟这个刀法结果是一模一样啊 所以呢 在下有点吃不准了 吃不准 你这种模棱两颗的回答 不准备 很不满意 是 我再仔细看看 我再仔细看看 不过就是可惜了那块石碑了 你要相信我 这块手帕就是你娘亲手所修 你一定要保管好他 这块手帕我已经给了阿元了 怎么在你这里啊 景元大师 你们说好了没有 麻烦你过来一下 死定官阁下可是想问贫僧 如何辨别这块石碑的真伪 是的 死定官阁下也许忘了 关于这块石碑有这样几句咒语 咒云 凡克此碑者 谢此碑者 祭此碑者 皆痴狂心乱 必将居兴 吾姑姑娘 居然切发场了 小青科长 快 命令的人打开余县阳的手铐 搅链 当时 你可是初见人 不要轻轻妄动 我佛慈悲 有怒目几刚 你若再不一言照办 此刻便是扶食二人流血五步 好 我答应你 放 这大和尚真是疯了 走 拳堤准备 准备 准备 大家得朝着一点 不要伤到大石和御血阳 别动啊 挺后 大石 留见 都别动啊 大石 干得好 带老鬼子上车 走 挺后 走 上车 快 打开车门 撤 小青科长 放松些 快打开车门 做好你要做的事 快 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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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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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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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和尚 你该怎么处置 全部给我下点 太队 是靳远一个人干的跟我没关系 那辈是假的 昌德 你这个太山帕子之辈 平时师父是怎么教我们的 真的呢 在哈山寺 我带你们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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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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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前 为父留学归来 与你娘一见钟情 遂定终身 其料本地噩耗 寄予我瑜伽祖业 进而编织罪名 将为父打入大牢 即至出狱 方知你娘终病不治 所生孩儿 亦被仇家外语人犯 从此下落不明 为父经死事变 万念俱灰 遂于寒山寺 落发危险 为父虽已出嫁 但老牛嗜毒之情 却与天下父母一般无异 今日经兮 乌而为日寇所掳 性命危在旦夕 为父心机如焚 决意拼却生死 也要护你终权 怎么就不能早些 怎么就不能早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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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心里 想有啊 我的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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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为父遭遇菩萨 亡无而莫要悲伤 菩萨慈悲使我父子团聚 纵然千岛万瓦 为父亦甘受不辞 但求无而坦荡做人 一生无愧天地 从此平安喜乐 无以年四月初一日 父子 祝福 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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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